善萧萧女27岁安徽人北京理工大学初海学院视觉传达专业本歌 大家好 我叫善萧萧 我的性格呢比较多样 可能每个人见到我都会有不同的评价 其实我自己更像一个稳重的大男孩 我做过平面设计 酒吧助唱歌手 老师 也曾经自己创业 经营一家设计型的花店 今天想找一份设计相关的职位 谢谢大家 喂 老师好 你好 看你的简历就不像是来找工作的 没有 你缺工作吗 还是主要是想自己锻炼自己 还是想独立 酒吧助唱歌手 对 收入怎么样 收入但这个是一个兼职 当时在大学的时候 大概每天晚上三百到五百这样子 我做了也不到一个月 差不多也有一小一万了 对对对 那做软装 这个收入还可以 基本上一单平均下来的话 大概在一两万左右 所以你缺工作吗 但是我现在这个已经不做了 但是你随便找什么也找得到 但是我希望进更大的企业 更好的企业去有更好的发展 那你的这个所有的兴趣爱好当中 到底哪一个兴趣爱好是你最着重的 唱歌吧 唱歌 是家里有这样的音乐天分吗 没有 父亲是干什么的 父亲是银联的 母亲是在中国工商银行 你们家都是金融系统 对我们家不光是我爸爸妈妈 还有我的大拜拜二拜拜 这样子就是整体 还有我哥哥姐姐全部都是做金融的 为什么要出金融系统呢 一遇到关于银行的这些东西 利率啊什么 我就脑子就很懵 那你存钱吗 我不怎么存 逍遥自在的人基本上都没存款 基本上我妈会让我逼着我 让我存钱 数学真的不好啊 数学还可以 12乘12是多少 12乘12是多少 不会吧 这个乘法库 144是吧 那还可以啊 还反应得过来 15乘15是多少 1225 你还行啊 我本身对这方面就不开窍 我妈也跟我说过 你不适合做这个银行 对所以我妈还是挺支持我 做艺术这方面的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文艺的 从小就喜欢 从小就看电影看电视 很喜欢那些音乐 然后甚至小时候想当演员 既然喜欢就走这一行呗 但是这个得要机遇嘛 毕竟我也不是学这个专业 你尝试过这样的机遇吗 抓住过 有 之前有参加过安徽那边的 中国好声音的安徽赛区 然后进入到半决赛 被刷下来了 我看你还做过才艺主播 是做什么类型 唱歌 然后做了大概有小半年 除了那个唱歌之外 还干过什么 美术老师 你还带过学生 初中的也有 然后小学生也有 还干过什么 自己创业 自己创业做一家设计型的花店 赚了还是亏了 赚了赚了 赚了就继续开队了 因为家里人就去年 先是我奶奶去世了 然后中间大概隔了不到一个礼拜 我爸脑梗犯了 因为我们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妈当时就着急了 因为我一个人在自己老家 他们俩在合肥 我在蹦步 然后我妈给我打电话 说你赶紧回来吧 那个店你先 你能给转掉给转掉吧 然后说你爸现在腿脚不利 就是不利索了 然后说话也讲不清楚 讲不好 然后我说好 我就想办法转 结果第二天 我妈又给我打电话 说你店别管了 你赶快回来吧 那个你爸现在就是走都走不了了 然后当时就是听到很慌嘛 就赶紧买车票就过去了 那你父亲现在身体怎么样 现在就调养了三个月嘛 我每天家里医院两头跑 因为我妈一个人照顾不过来 然后回家的时候 我每天都会开车 接送我父亲去医院扎针 拔罐这样做一个调养 然后每天我要监督他锻炼 那你今天来应聘工作 是不是要在安徽啊 那肯定是 最好在安徽 是合肥是吧 合肥对 我这么综合看下来 我做一个总结 我就觉得你应该是一个 从前在父亲病之前 生活条件不错 兴趣广泛 随意而安 相对阳光 但没什么太大追求的人 有想 因为你看你所有的兴趣爱好 并没有持续下去 你只是喜欢 所以你接触了 你尝试过了 但没有一样成为你最终的目标啊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父亲病重之后 你是不是开始有了事业的主线 就是想走设计这条路 而且虽然我的就是兴趣广泛 爱好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相互交融的 不管是音乐也好设计也好 艺术画画啊 有PPT是吧 有的 你解读一下 好 这个第一张 左上角这张照片 是给我们那里一家 比较高端的日式料理店 做的一个软妆 这个是全部由干花做的一个设计 然后右边这张图是一家酒吧 做的软妆的一个局部 因为它有很多面 全部都是由我自己去定制的 下面那张是手绘的一个效果图 这个是产品的设计了 你要求薪水多少 八千吧 除了这个设计类的工作 其他的考不考虑 或者是教育类 教育 美术老师啊 不是我觉得花艺培训也可以 只在合肥其他的岗位 地点不考虑 或者合肥周边 是吧 照顾父亲 对 这我们支持他 来第一轮选择取货了 许夏琳合肥有港吗 你不是在深圳吗 上海跟杭州都有 他刚才在考虑的时候 我在想 周边的可能可以 周边你也太远了 我也在杭州 我怎么不觉得离合肥很近呢 我要这样我们也留灯啊 对啊 对我们觉得北京离合肥 其实很近的 如果可能 天生我有才 来让我们来欣赏歌曲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爱你 只是今晚 因为我爱你 只是今晚 谢谢 萧萧 我觉得 你好像选的歌 不是适合你的歌 嗯 来 陆明 你觉得唱怎么样 我觉得他声音其实特别好听 但是确实他今天这个歌 不太适合这个舞台 他虽然是唱得很一般 但是他那个舞台的范儿还蛮好的 蛮喜欢的 你不就只会看范儿吗 是啊 来 我们进入池场情商课堂 春节期间和老同学共进晚餐 对方一直旁敲侧击你的月收入和存款 你觉得对方的目的是什么 你会如实说吗 可能他会想先看一下我怎么样 然后再跟我说说他怎么样 嗯 对 以此来显摆自己 这是一点 你觉得他想显摆 还有一点就是想看看你 最近收入怎么样想装借钱 他想向你借钱 他就没点好事吗 你怎么想的都是人家的坏事呢 那 那我想的好事就是难道他要借我钱吗 对啊 也许他看你贫困不贫困呢 他想帮助一下你 帮助一下我 对啊 为什么不想好呢 你会如实说吗 我会如实说 他又不是不太熟悉的人 我上个礼拜去腾讯一位这个中层管理人员 我就问他多少钱 他非常直白的告诉我说 我们是签了保密协议的 别说你我老公都不知道我挣多少钱 他就很直接的就把你给毁掉了 那么在你们的公司当中 你们这个员工与员工之间 或者他们的公司的这种保密程度 到底到了什么级别 不管是老同学还是老同事 只要问我这个事情的 我觉得他首先没把我当成朋友 而且是挺为难我的 女人都喜欢八卦呀 问工资的事的时候 那是肯定不能说的 这是严格保密 这是规则 我倒不这么觉得 其实我觉得同学之间讨论这个收入怎么样 其实取决于同学 你觉得现在关系怎么样 对 如果关系特别亲近的话 我觉得你要觉得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吧 大家不介意 这就是年代不同了 现在大家都很介意这个事 其实问也可以也问 你就坦白的说 直白的说 我特别想知道你在这个行业 大概是什么收入 是 你能告诉我吗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所以小小小的回答 应该是半透明的吧 但他的回答 基本上没有什么职场经验 我是以多面性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并不是说单一的 我就会抵触 或者是我就会去说 我并没有这样 其实我特别喜欢肖肖 我觉得因为设计师的审美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我看你主要以前的这个 关于设计的这个经历 基本上都是这个装潢设计是吧 嗯 那你有没有过就是说这种平面设计 就品牌设计相关的一些经验 呃 品牌的少 就是只有在大学的时候一些做作业 然后平面的话就是一些排版 然后书籍 呃 宣传册 排报这样子 其实我跟杨荣的问题 其实有点类似啊 就是你的设计 刚才展示的作品是很杂的 你包括了软妆对吧 对对对对 你包括了花艺 然后包括这个一部分的手绘 手绘 你觉得你最擅长的是什么呢 我擅长手绘 因为不管是做什么样的设计 手绘都是最重要的 因为呃 软件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后面去学 但是你手绘出来的东西 也是你的脑子里面的东西 我给你有学习过 比方说交互的设计吗 交互的学过 只是在大学的时候学过 然后做过作业 来我们看看小兵的社交数据节奏 善潇潇是个喜欢摄影的文艺女青年 和她最匹配的是 黑洞资本的羊绒 你们都喜欢拍照 喜欢沉浸在艺术氛围中 和她最不匹配的是 六人游的潮汐 潮总只是假文艺 跟真文艺站在一起 就露线了 小兵太棒了 小兵怎么学会恶语中伤啊 那小兵终于选择了一次坦诚 来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三盏道 来许夏琳 多少 7.5K 杭州 这几次做服装的 好 一万二 我就是含了上海到合肥的那个车票了 你看这很有诚意啊 确实 来杨蓉 一万 对我们有一家人工智能的一个超市 然后我们地点也在上海 所以我这个也是包含了这个路费的 你包含的是二等座 人家包含的是商务座 是这意思 没关系我可以那个私人帮你那个 那个出生仓 真的吗 真的吗 是真的吗 真的 真的哦 我告诉你商务座比一等座可贵了有一倍多 好 好你考虑一下灭掉一盏灯留下两盏灯 难得直接把最高心灭 来有请许夏琳 杨蓉谈前不上感情 怎么会把她灭了 个人的魅力给我 艺术家的选择方式又出来了 中间这一家出的薪水最高 企业也最大 也最有钱 我觉得就是说实话 这歌我选 我肯定就选周总了 你知道吗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利总可能给我们确实投毒太深了 就是他之前那抠搜尽 但周总一上来就很大气 露鸣也不用说了 他已经选了 不是 但是就是如果事已至此 你肯定得我们得多帮他要点钱 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起来的话 徐总你是不是有点抠呢 这么优秀的人才 先让他自己提嘛 看他自己来 你要求他加吗 那个小黄鸭要他加吗 加多少 加到一万二好不好 加到一万二 一万二加不到 他点头点得好 一万二加不到 他不加 这边要加不加 一点都不加吗 八千 我可以不要加 八千 好吧 十秒钟做出最后的选择 推动 小黄鸭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小黄鸭 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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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